二台午餐会还是脱离不了疫情的相关生活 现在已经是如常看待了 但是刚刚提到了在美国过去几天以来 平均每天4万人染疫的记录 这并不是第二波的感染 而是还深陷在第一波的感染里 病毒恐怕是无处不在 而马来西亚从6月10号开始 落实复原式的行动管制令 大部分的行业都已经开始营业 不晓得在逐渐解封后的马来西亚 是否有效控制住疫情呢 接下来透过连线其马来西亚冰城主播杜永药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在重启经济后 复工后的现况 永药好 大家真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冰城 那截至昨天中午12点 马来西亚新增了五中的确诊病例 那如今累积8668宗案例 而昨天也有10人康复出院 那累积的权益人数达到8476人 那占总病例的97.8% 那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正在逐渐压平疫情的曲线 然而疫情的爆发 无可避免地到马来西亚 甚至全世界的经济低迷 许多企业也因倒闭 造成了十浪潮 那面对这一波的经济危机 人民要如何决出风声 民间慈善团体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来看看接下来的新闻报导 全球经济因新冠疫情受到严重冲击 陷入停滞现象 许多中小企业 老字号 连锁店 餐饮 休闲和娱乐行业 挺不住 马来西亚统计局报告指出 4月份将近78万人失业 失业率达5% 创下30年新高 马来西亚政府自3月起 阶段式祭出种种纾困政策 其中包括在4月份宣布的 个人和中小企业延迟半年 勘还贷款 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小手上还有一些钱 我们就尽量地花 感觉到还不错 但是6个月过后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如果那个贷款要还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那人间没有钱 到时的时候 可能公司上就可以开始裁员 那么可能裁员当早就会出现 我最怕的就是说 是来到国家贷款的问题 现在数据上还是有钱 但是如果一直花 但是益率一直减少 这个不论一用完的时候 就出现状况 面对后疫情的经济复苏 乃至于个人理财和消费观 人们又该如何 适应新常态 那个生活机会已经改变 我一出来都在supermarket买东西 现在因为所谓的MCO 我们开始在网上买东西 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常态 在网上很多东西 就很多compliance 但是好事是 我发觉到在这个时候 和马来西亚很多人 都接受了新的一样 新的思维 就是回到自己本身的心态 你要学习改变 行情不好 我们就走向做网上生意吧 你可能你要做 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可以再架飞机 现在我去修理iPhone 你要把你的身段拿下来 你如果你有很多 不同的products call的business 可能变成不是call noncall becomecall 如果你能够改变的话 其实每一天都是机会 为什么呢 别人不做你做啊 这波疫情中 许多社会民间慈善团体 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 为生活经济有难者 伸出援手 渡过难关 当然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慈善团体 扮演的角色更重要了 我们也要走向两个方向 就是说帮助我们 大家的cash road 另外一个就是信心 所以我们在给他们 一些incentive的同时上 让他们怎样可以智力更深 这个才是重要的东西 做一些赔去帮他搭出一步 如果搭出一步了 cash road自然会 solve 所以信心跟cash road cash road跟信心来一起的 疫情中彼此互助互爱 一起挺过去这次的经济危机 大矮新闻蔡迪跟李嘉宜马来西亚报导